大二門就是一號的一流煙,報3.4倍 次門有四號的利士風5.4倍 和十一號的光速5.9倍 諾菲方面一號、二號和四號都有 一起步,見到幾整齊 中間見到金鷹推幾步,就猛上走上前面 不過裏面那隻快點,金星見到縮下縮下 見到戴勝不用怎樣比,就大了出來 守著在第三位,利士風又是拼命比上前面 又跟著前面跑,不過是賣不來 中間見到,有一點夾一夾的一流煙 內蘭因為那隻光速又頂住 再後一點的馬,才見到輝煌區 內蘭有快而威 接著有領花紋,這次又流著跑 接著才到長峰萬里,江山大師 在尾的馬,有金錢炮和香港寶 這裡見到,金星也很行 也不需要大勝怎樣比 他只是蹲著,帶著馬自己走 帶來後面的金鷹也有三個馬位 再跟著的馬,才見到後面兩個馬位 之後就是光速 然後才見到利士風和一流煙 再跟著後一點的馬,看到快而威 開始攝一攝在內蘭,攝前一點 拍著在外面還有輝煌區 靚花紋那些還是留下留下 現在這個時候還未說怎樣發力 到長峰萬里,江山大師,大家都沒什麼變 香港寶也一直在尾部拍著金錢炮 來到這裡,其實早兩段挺快的 這裡也慢慢放慢一點 這裡開始逼迫兩步,看到金星又想走掉你 後面看到金鷹總,第二位 裡面我們看到有光速,快而威也放在外面 中間看到利士風騎進去又不是很多 開邊這裡看到黃黃的衣服 一流煙,開始拿出中間衝 這次不會塞死 在裡面我們看到還有金錢炮 也有多少追勁,開邊還有這麼漂亮的花紋 來到這裡一復出,偉大又贏了 一流煙跑第一跑,第二是金星 第三是金鷹,第四是光束 這次是長驅直進,不用一頭煙了吧 上次跑完就不斷塞,很像 懶得臉孔孔孔,解安的時候 摸到馬跑法,馬一直都進步的時間 你看他今天的走勢,能力在這裡高很多 那些都是反反覆覆的 金鷹反而是有點出風意料 這個馬今天仍然這麼硬正 可以頂到第三 摸得兩拼,打算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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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但他全都高了,今天這個位置都沒有所謂 如果你說是實力… 我喜歡這隻馬留住下跑 當然這不是由我決定 但如果你說…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告訴我,你又是起步騎上前面走 我就一定…不要說我捧不捧你腸位 我起碼一定不會用你做膽 在頭柱上面 或者是減低了駐馬 我也同意的 或者我們的立場 會對有些馬比較熟的性能 我們可能要求高一點 但你可以看到的 白德文他跑馬的,尤其是 他都很刻意把馬放前一點來跑 那也未必是錯 可以告訴你 有些馬這樣更好過以前的發揮 不是說自己輸了就實力說他有問題 總而言之… 每個人都有一個風格 因為利氏風如果繼續健康好的話 我希望有一輪不是下雨的話 或者地比較軟一點、鬆一點 會幫到他 這是我的想法 回來馬都… 都不夠那些什麼金錢炮充 不是說… 那隻靚花紋 雖然我有一隻挺不看起來的馬 不過我似乎這兩次留著阿飽 都叫做有少少轉變 看看那張照片 就是金鷹 看起來靚花紋 看起來看起來